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款的手作 就是非常小的作品 那么这个子行在这里 就是它的这个高度15Cm 15Cm 就是它的这里的长度高度 这里宽就是6Cm 然后上面就画一个弧形 那么这旁边呢 旁边这里高度4.5Cm 就是上面到下面就是4.5Cm 那旁边呢 旁边是3Cm 从上面到下面4.5Cm 那因为我的这个布料 这是碎布蛮多的 如果好像这一片很漂亮 如果丢掉很可惜 刚好呢做这种包包呢 是这样子一个零钱包 就一个手持零钱包 这样子盖下来就看到这个屋子就很好看 那么尤其是这些 还有一些的就是这些图形 都很好看 如果丢掉真的是很可惜哦 那么这些布料是棉麻布 棉麻布不便宜哦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小作品 这是表布 然后这个是表布 比较漂亮的 在外面表布 这里布呢 你就用普通的棉布就好了 那么也是一样 剪出来一片 那旁边两片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铺棉 铺棉就是这比较厚的 有颗粒的 那么这个我也是蛮多 因为之前做了一些包包 那么这些小小块小小块 也是可以收起来做比较小型的东西 那今天就可以用上了 那么这个剪一片 那么表布里布有留缝分 这个不用留哦 只有这个铺棉 铺棉这个不必留 这个也剪两片 那么用这个熨朵把它烫上去了 就烫在表布这里 把它粘住哦 就是有颗粒的像 像里面 像下 先粘住先 现在已经是粘好了 那么因为它太小 你很难车 所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制作哦 就是这个大片的 这个两片 就车缝在一起 那么在旁边的地方留一个口 不要车 就是会在 我大概会在中间这边留一个口 那这个地方不要车 等一下翻口 那么这个小个的也是一样哦 就是找一个地方 翻口 那我就找在旁边的地方 比较平的地方做翻口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呢是一半积缝一半手缝 就把它车缝起来 这里差点又忘记一件事情哦 就是我要先把这个磁扣给放上去哦 那么呢 因为我刚才有车了一点 所以没关系哦 这里 还可以哦 这里 好就是说我在这个 这个先挖两个洞 在这个地方先挖两个洞 用这个拆线器来挖 然后挖两个洞出来 然后这个磁扣 这个比较厚的放在下面 就是说先拿厚的先放下 先把它装进去 然后这边铁片呢 要把它安装上去 让随着敲拔 这样过后呢 我们才才车缝起来 记得这边留一个口 那么如果你想要两边安装 也可以这里就是上面的 但是因为我今天前面要放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不放这个 就是先放下面的上面 我就不放 如果要放也可以哦 这个扯好了 那么在这边剪一点 等一下比较容易放口 那么有弧 弧度的地方 要剪牙扣 剪完了过后呢 要放口 在这里有一个扣 要翻出来 这里慢慢翻了 那这里比较不能翻出来的地方 用这个锥子把它挖出来 这里也是 那么这个有这个洞口呢 我们要用长针封起来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在这边呢 有一个口 这旁边剪了牙口过后呢 就把它翻过来 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也是用长针封起来 就是长针封 斜斜的封 真的针线对面 这样斜斜的封过去 45度 那么就直接封到完 那么这两片也是要封 红好过后呢 这个 这里下方地方做个记号 差不多在5cm这里 点个点 两边都要点 点了过后呢 我们在这个这一片的中间 先要点出来 等下封的时候 就从这个点这里开始缝起 用这个卷针缝 就是这边开始缝上去 这里开始缝上去 缝上去 缝的时候尽量缝在表布这个这里 就是这样一直这样子往上面缝卷针 普通缝就好这样子 然后缝到尾端这里的时候呢 多缝几针 给它固定 然后就把这些针线 藏在这些里面 才来剪掉 这样就不会看到这些鲜 然后在这里呢继续再缝到完 那么缝好了就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过后呢 这个上面这里呢要压一个线 压线它会比较整齐 那么呢现在我们会在上方这里呢 放一个磁扣 就是上面这个扁的那一片 这个是厚的那一片 刚才比较早放上去了 然后就把它黏住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扣在这边 也是用这个拆线器 直接挖这样子挖 那么因为在上方这里我就不放铁片了 直接钉下去 如果你怕看到这个铁的话呢 你可以在之前的时候就要放上去了 这是之前 但是因为我要放一个东西 所以就把这个铁给盖掉 这个是一个蕾丝的小蝴蝶 就把它缝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钻石了 所以两边都要缝 然后预备这个手丝圈 统在旁边就好了 统在这个旁边 就好了 你不在这边 就好了 我可以看到这个铁石 你不在这边 你不在这边 就是这样子 有点不在这边 其实我会看到 我就做了 如果有点不在这边 我可以看到你 你就会看到 你不在这边 你不在那边 你不在这边 你不在这边 就像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